山區道路狀況多 最怕下雨 攤方影響用路安全 苗栗石潭百壽部落族人 102年向向公所提报修缮 百壽部落马林社往新庄 上湾的产业道路 经石潭向公所104年修缮后 105年却遭林务局新竹林管处 以违反森林法第9条 未经报主管机关会同 有关机关实地勘查同意 裁罚石潭向公所12万 让当地居民相当不满 那边是掏空很严重 还有那边也是掏空很严重 恐怕说车子那经过就很危险 比较不好走啊 有时候会石头啊下雨啊那些 每一年也要修啊 下雨就会崩 这条产业道路除了供农业使用 其实这条也是百壽部落 第13林八湖人家的连外道路 石潭向公所回应 104年林务局要求不供成文件后 105年二月竣工 却遭到领务局裁处 石潭向公所虽然不愿出面回应 但表示已经提出行政诉讼 被传去作证 说当初是我建议的 很多部落的人也是有建议这个 说这个需要通 我们要往头份啊上弯啊 比较快嘛 从这个下去这样 1月16号这天首次出庭 对此石潭向公所跟新竹领馆处 不愿出面回应 族人也深感无奈 认为政府没有站在民意立场 看整件事件 让修缮道路美意大打折扣 当地族人只希望 事件最后圆满落幕 记得向那巴扎 苗栗诗坛采访报导